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我們要來戶外濾杯大PK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最近學長跑戶外跑比較輕 就有了很多充足上的需求 所以今天學長特別羅列了市面上一些 我覺得還是蠻大的 或者說蠻有意思的濾杯 來跟大家來做一下大PK 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哪個是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哪一些是看起來好用 哪些是看起來實際上非常不好用的這些 我們都來羅列一下 那今天我們會根據幾個相似來 描述我的感受 包括使用起來的舒適度 喝起來好不好喝 它的重量 或是它方不方便 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一些使用感受 那有一個綜合的推薦與不推薦 OK 那我們就準備來開始 今天的戶外濾杯大PK 那第一個是這個 這是一個泰濾杯 可以看到外面有一個非常漂亮的皮套 然後尺寸也非常小巧 真的非常的可愛 學長第一眼看到它也非常的喜歡 那這個連裡面的濾杯加皮套 大概180克 所以重量來說呢 蠻不錯的 然後裡面可以看到 皮套裡面就是一個 看起來很小巧很fit的 的一個泰杯 然後呢 這個蓋子呢 可以當 然後呢 裡面有一個 泰杯 然後呢 一個角座 然後呢 最上面呢 就是 濾杯本體 OK 這樣子一組呢 就完成它的組裝 然後裡面直接倒了開啡粉以後呢 就可以直接來做沖煮了 那這一組呢 無論是在體積啊 或是在重量上面 都非常的棒 但是呢 它 在使用體驗上面有一些缺點 學長在跟大家講 雖然我是蠻喜歡它的 首先呢 是它的 濾杯非常的小 可以看到這邊 濾杯只有到 這個部分才有打洞 它是一個金屬鈦的 鈦的濾杯 所以它是利用這個小洞 不用濾紙 可以讓你的咖啡粉呢 被卡住 水會下來 就完成過濾的工作 但這個濾杯的缺點就是說 它的 粉量實在非常的少 大概只能沖一人份 然後當然這個 下壺呢 下杯也是只有一人份 所以呢 你 每一次要沖的時候 只能沖一人份 這一點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你可能 你不是一個人去 可能甚至是好幾個人去 要沖很多次 然後第二部分是 這樣子的結構 其實對於戶外來說 是有點麻煩的 因為它不用濾紙 聽起來好像是 你少了一個耗材 你可以少帶一個垃圾下山 但是呢 因為你咖啡粉放上去以後呢 也還是咖啡粉 必須要帶回山下 因為我們 講究5N30嘛 所以一般來說呢 我們咖啡粉呢 就不能亂倒了 就還是要拿一個垃圾袋 去把咖啡粉裝起來 但是不要忘記 這時候咖啡粉 它沒有濾紙 所以它是分散的 所以你要把它倒到垃圾袋裡面的時候 裡面還是會卡咖啡雜 你也不可能直接放到你的 美美的皮套裡面 所以你還必須要用水 或是利用衛生紙 或是濾紙去把它擦乾淨 才能夠 進行下一杯或是帶走 那這個過程中其實是蠻不方便的 因為你要製造更多的垃圾 或是你要去擦拭它 或是要用更多的水 所以這個濾杯我比較建議 如果各位是有在露營地 那你有足夠的水源 然後丟垃圾也比較方便的時候 用它還是比較合理的 那風味上面我是覺得不錯 它油脂感非常的好 流速也比我想中的還快 所以風味我覺得沒有問題 就是使用的便利性 還有杯量的部分是少了一點 那還有另外一個大問題 我可以跟大家講 原則上的泰杯 並不是非常適合 裝了咖啡直接舊口 因為你這樣喝的時候 你會覺得 唇舌上面有很多的金屬感 你喝起來不太舒服 所以我建議 這個就不要當做你的 直接舊口的咖啡杯 最好還是要準備其他的杯子 用分的 讓大家可以喝一點點 所以呢 可以 重上所述 可以發覺 這樣的一個泰杯 金屬泰杯 它確實不是非常適合爬山 比較適合露營 而且是比較高級的露營 你有比較舒適的露營環境 的時候用它的話 其實感覺是蠻好的 但是有一個地方特別跟大家講 這一組非常的 安貴 大概要五千多塊 所以呢 也蠻適合 露營美學那一掛的人 如果覺得這樣子不錯 確實它的風味上面 跟可愛跟帥氣度 都還算是不錯 所以學長我覺得 可以 人群上面比較限縮一點 好 這是第一個的評價 好 第二個是 Snowpeak的粉火台 其實這種粉火台的造型 現在蠻多品牌都有在出來 好 那Snowpeak大牌 特別拿出來講 因為這個是我 非常不推薦的濾杯之一 好 為什麼我使用體驗上面 一 這個濾杯上面 它幾乎是沒有任何的 溝槽肋骨 所以我的濾紙呢 在我在使用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 我是整個 濾紙呢 放下去的時候呢 會變成這樣 會整個服貼到我的濾杯壁上面 讓你的流速變得非常的慢 喝起來的風味呢 幾乎是沒有太多的香酸 幾乎只知道 都會是你的Body的部分 所以喝起來 層次感會變得很差 所以這個實話說 它的風味上面 我是第一個打強 然後使用體驗上面 我也覺得沒有很愉快 原因在於是說 其實它感覺起來好像可以收納 很扁 很舒服 重量的部分沒有太大問題 大概130 40克 蠻輕的 但是呢 因為它是用這種 腳架 這個腳架其實比各位想像中的還要脆弱 尤其是 你放到包包裡面的東西很多 你如果把這個腳架稍微彎到 凹到一點的話呢 它放在你的桌面上的時候呢 它是不太會 能夠均勻的站立的 很容易偏倒 在偏倒的過程中 其實裡面都是水 你在野外戶外在沖煮的時候 如果腳架站不穩的話 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所以這一個系統 無論是在風味上面 或是說它的實用體驗上面 我都沒有很推薦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要買Snowpeak的東西的話 不要買這個粉火台的系列 其實不是非常的好用 那Snowpeak這個系列 如果你還是很喜歡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這一組 這一組也是Snowpeak的 然後可以看造型上面 是不是跟我們目前市面上的 我們常用的濾杯比較像 那這組濾杯我覺得非常的好 一來呢 它的重量的部分差不多 大概是140幾克 比剛才的粉火台大概 重個五六克而已 但是它整體的溝槽設計 可以看到已經是有溝槽 雖然密度沒有很密 但是它溝槽設計還是有溝槽 所以整體的風味呢 喝起來 沖起來也流出比較快 而且香酸是比較可以保留的 雖然還沒有到非常的前段 但是已經算是可以了 那它的設計上面我覺得非常的棒 它是可以用拆裝的 可以看到 它腳架設計非常的好 這樣子拆 然後第二段 然後第三段 這樣子就拆完了 然後它的每一個零件呢 都是可以這樣 可以堆疊的組合 這麼小巧的東西 它也附一個吸行袋 吸行袋 你可以把所有的東西呢 都放進去 然後非常的舒服 所以這個Snowpick我覺得 它的金屬的質感 然後包括它的風味啊 還有它的收納智慧以及便利性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也夠堅固 比較不會有壞掉的問題 所以這個濾杯呢 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價錢是蠻高的 但是以堅固風味跟便利性 以及充足體驗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還可以值得投資的 一個金屬的濾杯 或者說金屬的戶外濾杯裡面 這是我最推薦的 OK 那第四個濾杯 我們來玩玩看這個 這個是Montbell的一個很特殊的濾杯 其實也是很多品牌開始做這類型的啦 看起來這個濾杯呢 有很多幻想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個濾杯其實真的是相當難用 它雖然看起來很輕亮 你可以把中間這個黃色的濾杯打開來 然後就是長這樣子 像是一個濾紙一樣的東西 然後下面兩個溝槽 可以讓你擦樹枝啊 或是說一些磅裝物 就可以固定在泰杯上面 或是泰碗上面 譬如說我拿一個泰碗 假設有一個樹枝的話 我用筷子就把它穿過去 穿過去的過程 然後把它放在我的泰碗上面 我好像就可以沖咖啡了 它的設計的概念上面其實好像不錯 又非常的輕量 這個是目前我所有的裡面的最輕量 連濾網加這個C型袋 才不到10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輕 但是呢 因為它 為了選擇輕量化呢 幾乎把該有的東西都完全沒有做到 它就等於只是一張濾紙而已 然後因為這濾紙它的造型呢 其實 它是沒有辦法定型的 所以在沖豬體驗上我可以跟大家講 看起來好像說 我放兩個樹枝 或兩個 支架以後我就可以沖對不對 事實上並沒有這麼簡單 你放在粉放下去以後 開始給水 因為你水本身有重量 所以你會發覺你的濾網 會一直變形 變成這樣子 可能是這個形狀 或這個形狀 看你的底座 可能會讓它變得很不一樣的形狀 然後你的濾網會越來越神 變成這種扁平形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這個濾杯的充足體驗上面 是相當差的 那第二部分是 你在充足過程中 流速其實沒有非常的快 而且因為它沒有任何的肋骨 所以它導流效果很差 所以它的香酸 幾乎是沒有辦法太多表現的 就是讓你的粉在裡面泡著 真的喝起來的風味上面是不怎麼樣的 我覺得蠻悶的 不是非常好喝 然後另外一部分 它跟這個 是有類似的狀況 因為它沒有濾紙 所以你沖煮完的時候 一樣 面對的是清理咖啡粉的問題 必須咖啡粉倒掉 然後把裡面的咖啡粉清乾淨 然後才可以清做下一杯 或者是 你要想辦法把它洗乾淨 那還是會殘留一些比較多的髒水 或者是一些咖啡粉 所以事實上來說 看起來很方便 用起來是非常的不太方便 而且你要把它弄得乾乾的以後 你才能夠把它收到這個吸行袋裡面 不然的話 你再把這個吸行袋 丟到你的包包裡面的時候 濕濕的網袋 一樣會讓你的包包裡面的東西收藏 所以感覺起來就會蠻不舒服的 所以這一個也是我比較不推薦的 我覺得它 不知道在什麼情境 無論是登商或是露營 我都不會想用 所以這一個是我比較不推薦的型態 OK 那第五種就是矽膠類的濾杯 那現在我覺得矽膠類的科技做的還是不錯的 那我今天列舉了兩個 一個是水母濾杯 這是水母濾杯大的 新款的是02的 所以是可以衝到四人份 那這個是哈利歐我全陣子一直在推薦的戶外系列的濾杯 這兩個都是矽膠 但是一個是很厚的矽膠 這個水母濾杯是很厚的矽膠 然後呢 V60這個是比較薄的矽膠 那這兩個無論在重量上面兩個都非常的棒 那水母濾杯的重量不含底座大概110克 那哈利歐的重量含底座大概是70克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哈利歐的濾杯再輕一點 確實它的整個感覺起來就是薄很多 所以這兩個在重量上面都非常的好 那這個水母濾杯就是稍微再硬一點 再硬一點 然後它是沒有辦法像哈利歐可以收到像這樣 這麼薄薄一片的 所以在兩個的差異上面呢 水母濾杯感覺起來它的扎實度比較好 然後它的杯量固定 它的形狀固定會比較容易 因為它就是比較厚 那哈利歐它的形狀固定稍微你要有一點技巧 就是要用這個底座稍微讓它吃進去一點 然後這邊的卡榫把這個扭扣推進去以後 它就會固定住了 所以相對來說這兩個的差異點 主在這台跟厚薄有關係 那在風味上面呢 哈利歐的流速還是快一點點 所以它的香酸味比較足 那水母濾杯其實香酸也不錯 層次也還不錯 但是呢 相比較哈利歐還是 會比較往前跟巴里多一點點 但兩個在風味上面呢 我都覺得很滿意 因為這種矽膠濾杯 它還是可以做比較多的溝槽 可以模擬我們正常濾杯它的流速 還有它的開孔 都是比較合理的 而且矽膠除了輕之外呢 它們都是搭配濾質使用的濾杯 所以它最棒的地方就是 我用濾質的話 我咖啡粉沖完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等它 濾質裡面咖啡粉的水流乾了以後呢 就整個拿起來跟咖啡粉一起 打一包 放到我垃圾袋裡面 然後我的濾杯上面呢 基本上你可以 你可以用一點點清水 過一下下就好 因為它幾乎不太會有咖啡粉殘留 完全不會有 一點點咖啡刺稍稍微過一下水 就可以維持它的清潔 所以你在清潔跟 把垃圾帶下山這件事情上面呢 這種這兩個濾杯呢 都有非常舒服的體驗 重量又很輕 那沖煮上面 其實你會覺得 會跟你平常在家裡面 沖咖啡的感受度 是相對比較像的 所以無論是儀式感啊 或是說它的 沖煮體驗上面 你都會覺得蠻舒服的 所以這兩個濾杯 我都是非常推薦大家使用 無論是水母啊 或者是V60 那兩個就是風味上的差別 那用V60的情況之下呢 就再輕一點點 然後你使用的沖法呢 就跟你平常會更接近一點 那矽膠還是我覺得 目前 如果要戴上山的話 還是比較好的選擇 OK 那聽完學長的分析以後呢 大家是不是有點概念了呢 學長最後來下個協論 如果你是一個 重視沖煮品質 沖煮體驗的話呢 我還是建議你們優先 可以考慮這種 矽膠濾杯 尤其是這種大牌子做的矽膠濾杯 它的肋骨設計啊 會非常的 合乎我們濾杯沖煮的法則 喝起來比較香酸比較鹹豬 層次比較好 那無論是哈利歐或是水母 都覺得是不錯的選擇 那水母濾杯02的話呢 就可以沖比較大的份 那哈利歐也本來就是設計02的 所以它就是可以兼顧小份跟大份 所以這兩個都是我覺得優先的選擇 重量上也非常的輕 使用體驗也很好 那如果你就是很喜歡 金屬類的濾杯的話呢 我可以建議各位 可以買Snowpeak的這一顆 在金屬上面它的質感不錯 流速上面呢也還可以接受 然後它的濾杯的拆裝啊 設計上面呢 都還算是蠻聰明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大牌Snowpeak裡面 算是比較可以買的濾杯 確實實用上面還OK 然後也符合 濾紙濾杯清潔上面的方便性 那如果呢 你是想要覺得很帥的質感的 露營的那一代掛人 就是你露營地有比較多的水源 清理垃圾比較簡單 比較沒有壓力的話 可以考慮用這個 這個泰的 雖然它的杯量很小 但是反正露營嘛 時間大大 你可以有時間去清潔 有時間慢慢沖的話呢 也不用擔心垃圾的問題的話 這個濾杯 它雖然價錢很高 但質感確實是蠻好的 也很可愛 風味上面呢 我覺得也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它只是比較限縮 在露營上面比較好使用 那至於這兩個呢 我就不建議大家使用 無論是在露營或戶外 像瓮火台這個系列呢 風味上面比較悶 然後又容易壞掉 然後MOMBELL這種 綠帶式的呢 其實它使用上面 真的非常的不便利 體驗上面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也是不鼓勵大家使用 雖然它很輕 但是事實上不好用的 所以以上呢 就是學長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戶外濾杯的 一些形式囉 那如果各位有其他戶外濾杯的 一些 特殊的形式 各位也可以歡迎大家 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學長可以去辨出來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這個濾杯好不好用囉 OK 那我們的 學長開箱就收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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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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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意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